欢迎来到功夫者 大家好,我是Roy 由聚合剑术有上百种不同的牛排 许多各种技术 其中最基本的五种架势 我们称之为五行之构 五行之构分别代表金木水火筒 不同的构之间相生相克 具有不同的作用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最基本的两种构 一种是中段 一种是大上段 中段是最常见的构 也是一种防手的构 拔刀之后 我们需要将双腿 分开 前脚尖内扣 后脚跟稍微粘起 双膝微躯 身体放松 双手向前 这个时候呢 刀柄的柄头对着自己的裆部 而切先的位置 对着敌人的咽喉 这就是一个中段 为什么说中段是一种防守的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面向敌人的时候 我做出中段 而敌人摆出大上段 做斩击之势 这个时候敌人向我冲过来的时候 我只需要将剑尖朝敌人方向移动 就可以刺中他的烟筒 中段构 而大上段则是一种进攻的构 在中段的基础上 双手举过头顶 剑刃四十五度朝上前脚微收 这个时候可以非常方便的使用挡击 剑最常用的用法是斩 那么今天我们要说要讲的是正斩 从中段开始 转变为大上段 向前挂半圆 切击前方的敌人 那么在正斩的时候 有几个非常关键的点 需要注意 首先是剑的握法 我们称之为手之内 这样的握法是错误 实握 剑的运动是不灵活的 我们需要虚握 手掌四十五度朝上 握住剑柄 同时呢 剑柄卡在骨口处 左手握住顶头的上方 同样也是四十五度 握住 同时呢 在斩肌的时候 我们需要讲究 刃筋也称为刀路 它的意思是 刀刃的方向与运动的方向一致 当刀刃与运动的方向不一致的时候 刀无法深入的切击敌人 无法对穿有盔甲的敌人造成伤害 另外呢 另外呢 在斩肌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两个动作 一个是头剑 就是右手把剑投出去 像耍鱼竿一样 左手呢 把剑拉回来 这样会产生一个拉切 就像平时我们切肉一样 会用拉切的方式把肉切开 那么当我们斩肌敌人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道理 一只手投剑 一只手拉剑 那么 如何去判断我们的刃筋 是否正确呢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在刀刃上 有这样的一个凹槽 称之为血槽 那么它在实战中的作用是 当刀刺进敌人身体的时候 血会沿着血槽流出来 在加速敌人的时候 那么在练习中 我们可以以血槽去判断 我们的刃筋是否正确 当刃筋正确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呼啸声 我们称之为破锋 就是这样的时候 当我们斩肌完敌人之后 由于不确定 周围还有没有其他潜在的敌人 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动作 称之为残心 对于阵掌来说的话 也就是斩肌之后 恢复为中断 一个防守的姿态 以防周围还有其他的敌人靠近 残心之后呢 我们再需要做一个动作 才能够把刀收进撬里 这个动作呢 我们称之为血阵 也就是把刀刃上的血阵落 那么血阵有非常多的动作 其中比较常见的是这样的动作 以及这样的动作 可以把血甩干 那么一个完整的动 一个完整的攻击 是由拔刀正斩 残心血阵纳刀完成的 我们来看一下快速的完整动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